那么台长我想问一下,我儿子不是,他那个9月5号要去台湾念书吗? 一个小孩子一个人到那边去,我想帮他问一下,那要注意点什么吧? 叫他念经,赶快叫他念经,听得懂不了? 叫他念经,但他不肯呀,他现在还有一个事情,我想请教一下台长, 这样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面念经啊什么,我老公跟我儿子他们两个人都反对, 我每天就在菩萨面前,跟菩萨面前跟菩萨说的,就是他们造的口约, 因为他们不懂,我想慢慢的让他们能够稍微慢慢的来接受, 我也不要他们一下子来接受这个心理法门,因为我自己先学起来, 所以这种,因为我平常也不敢跟他们多说,你知道,说了我怕他们说反对的话, 你不要说,你每天给他们念心经,给他们念心经,叫菩萨, 保佑他们能够开智慧,你不能讲的,你不能说他们两个人造口约, 说关心不上,你说由我来承担,你就倒霉了,你要倒大霉的,我不骗你的, 你不能讲的,你讲了,你讲了,我跟菩萨讲了,我跟关心, 哎呦,好了,你等着生癌症吧,我不骗你的,这样子啊,我跟你说的,你等吧, 嗯,你去背吧,我告诉你,你去背吧, 我就是怕到时候,那个他们烂搜烂搜的,到时候有什么麻烦去找他们, 到时候,到时候,你不让他找他们就找你,很简单,举个简单例子, 对不对啊,你老公欠人家债,你不想让老公还吗,你还呀, 你还不出来吗,被人家砍了呀,就这样,就这么简单啊, 这样子啊,那我只能再忏悔,你不要再去帮他们了,帮不了的, 有缘的就帮,帮不了的就没办法,否则你自己先倒下去了, 你一定要当心了,我不是跟你开玩笑,你要当心了, 你这种话一讲,护法诚,他们关心不大是不会惩罚你的, 都是关心,都是那个护法诚,护法诚一惩罚你就倒下去了, 我不骗你的,护法诚绝对不会饶过你的, 因为你嘴巴里亲自讲的,会替他们担吗,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,到了关键时候, 如果你现在要走了,你老公会陪你一起走了, 你要走的话,你如果现在要死了,你儿子会帮你一起走了, 真的想不通了,儿孙只要儿孙福了, 夫妻都是同龄鸟,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, 有什么办法,你去替他们背吗,你自己背不动呀, 背不动吗,你就闯祸呀, 所以这种都是,你们这些都是鱼吃的不得了的人,没办法, 对呀,光光学,也不懂呀, 不懂的话,多问,多看, 每天要看书,每天要学, 是的,我每天看,我每天学的, 我还想问一下,等于说, 我那个晚上睡觉之前,睡眠不怎么好吗, 我就是,我可以念什么经文比较好, 心经不能念啊,晚上, 欺骗大飞众,睡觉, 就是睡觉之前,我就闭梦养分念大飞众睡觉啊, 对对对,可以的啊, 好了,你找找自己公修组的同修问问吧, 好吗, 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到我们东方台秘书处, 好吗, 好的,好的, 好了,好了, 谢谢啊, 再见,再见, 再见,再见, 不好意思, 谢谢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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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